我早发现了 一山榜水 小河沟 小庙在山头 问菩萨因何道作 叹众生不肯回头 我不敢高抬教化 也无非只善长山 卖卖风流 这回就给一回 不能多给 你看看 胆子一年前 谢谢 这是有钱人 戴仨口罩 没戴口罩的都戴上 疫情期间 倾向上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安全也是重要的 把我那口罩也给我拿来吧 我要说一个 几宫传 也不知以前您各位听过没听过 有听过的 好 谢谢吧 你看这个走了是因为他听腻了 你不要让我记住你 大胖丫头 逗着玩呢 没事 不爱他 我是不爱他 说相声 说书 其实 就是跟观众聊天 您各位开心了就好 《寄宫传》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我这些年陆陆续续 也说了不少了 好多人都埋怨我 说书不说完了 给人挖坑 也说的我可难过了 你们说的对 坑中自有颜如玉 坑中自有黄金物 挺好 是个乐趣 这个听我的书就得有过日子心 《寄宫传》这个故事发生在13世纪 中国那会儿正是南宋 《寄宫》他老人家 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人 本人叫李修元 出生在1130年 如果活的今天是890岁 过了12点890亿 我都佩服我自己 这个玩儿说书严谨就在这儿了 不能让人问住了 本人是有这么一位 当然后来啊 经过这个小说啊 典故啊 民间艺人的渲染呢 把他老人家 说成一个神仙 古西天雷音寺 如来佛的弟子 降龙尊者 将士临三 就是觉得天下呀 南宋那会儿刀兵四起 老百姓不容易 让他老人家下凡来 转化为一个颠僧 颠僧呢 就是跟您想象中的高僧大德 是不一样的 你哪个一出来啊 他说人家一出来呢 他一出来你能闻见 他身有味 也不洗脸 也不洗头 也不洗澡 他说嫌水脏 头发呢 一哈来长都立着 身上都是泥 衣裳也破 哪里破扇子 看过电影 电视剧的 您各位都有这个形象 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之前说技工传的时候 我挖了很多的坑 来之前我在路上还想 我是不是需要 把坑给大家填上 哎呀 想了想去 都到北斩门口了 我也没想起来 该填哪个坑 坑太多了 得了 说了哪是哪呗 好在您各位呢 有都是老主公 也没人跟我见外 这个 就从今天说 技工就来了 你给这玩意说书就快啊 说书的嘴 唱戏的腿 唱戏的跟台上 转一圈 就如同走了几千里地了 说书呢 就这一句话 春去东来 一年就过去了 快 不能磨粉 磨粉让人笑话 技工来了 上哪去呢 他出家是在零饮寺 出了零饮寺 往东走 拐过弯去 就是一趟很热闹的街 在街口这儿 有一小酒馆 两口子开的 姓张 这男的就喊他老张 家里还一媳妇 媳妇 挺款式 两口子跟这儿做买买 也没有什么 盛桌的酒席 也没有 反正眼前的菜 能够一炒两个 喝点酒 拍个黄瓜 弄个花生 切点卤菜 干这个 这个罗汉爷 跟他很熟 今天来了 往这一坐 先把鞋脱了 他那个鞋 其实也不叫脱 就是一甩 你为什么呢 前面张嘴 后面没根 坐在这儿 搓自己的脚 一边搓呢 一边跟老张聊天 常听这个故事 人都知道 这罗汉爷嘴里 说话不利索 常年不刷牙 嘴里黏 搓着脚 跟老张聊天 买卖的挺好啊 老张跟他认识 是 托您的福 生意还不错 你得注意点卫生啊 你这饭馆饭铺 闻着有味 您脱鞋之前没味 我 你确实说话 怪野人的 没有您那野人 就给我弄点吃的 您坐着吧 我给您烫午酒去 老张烫酒去了 老张这媳妇过来 碰 老汉爷 有日子没来了 我想让您给我们看看 第一是生意不好 第二最近我们家 可能不干净 是不是有脏东西啊 你说说 怎么的了 坐那凳子 哭叉就折了 往床边一坐 哭叉就折了 上我们家阁楼 哭叉一下子 梯子就折了 是不是闹妖精啊 你这个娘们儿太胖 你这叫什么坏呀 不是 你瘦下来就都解决了 不是 你看我这瘦不行 我现在我都自己 摸不着肚脐烟 那没事 那我能帮你 我给你做法 两种 一个是简单的 一个是很复杂的 您说吧 怎么能简单 简单就是我替你摸 肚脐烟 怪害臊的 我得自己 你看我现在 我够不着肚脐烟 我得自己摸才行 那我给你做法 做法你做别动啊 On my barbecue 好像他不是怎么念啊 我念这有烧烤的味儿 我哪知道怎么念 念了一句咒语 咋了老丈人媳妇 陆哈爷这什么意思 我给你做法了 你现在伸手 你俩手 肚子一边 多给你变出一肚脐烟来 好不好 你现在趁仨肚脐烟 老丈媳妇气的 那管什么用啊 不要什么肚脐烟干嘛 你看这 神仙羊二郎 三只眼 三只眼 就仨肚脐烟 管什么用这是 给我弄点吃的 我一会儿给你聊聊 这正说着呢 尤打这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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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一小伙子 二十来岁 就这张脸 一点人色都没有 没有血色 走到这店门口 啪 啪到这 还有别的吃饭的呢 门口还有人呢 都愣 过来拿手艺摸着鼻子这 没有气 吓坏了 哎呦老丈 老丈 老丈快快快快 你们两口都快看看 你们这店门口死人了 老丈过来了 媳妇也看看 两人直抖了手 干了 这妈妈怎么干的 对吧 你这个店门口死人了 这个玩意儿 就说跟咱没关系 你处理这个事 也会很麻烦呢 都傻了 老丈也傻了 这媳妇也傻了 旁边就有那聪明人 老丈 那意思 活佛在这 跟罗汉爷说说 老丈赶紧过来 罗汉爷 你看这个 这怎么办 不是您 我怎么 不是您没事 那个 哦 哦 哦 这个 对对对 您多收了 多收了 哦 给他爷变俩肚气眼 他变俩不管用 他得变一身 就算是乱枪打死的了 一身的枪眼 不是 罗汉爷 您看这怎么办 我这买卧没法干了 这这这 切开了 我来 我来 我来了 拿手啊 在这死人鼻子底下摸了一下 哦 死了 是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啊 你看这怎么办 这 这报案啊 别喊 别喊 你看您有办法没有 啊 佛法无天 您让人家受累 哦 行 哎 小哥哥家住在何方 光机躺下地冰凉 贫僧 渡泥 西天去 死到别处 又要何方 起 说了声起 啪 这死人站下来 啊 冲着技工 抱拳拱手 转身奔这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走了 老张一 疗医生就跪下了 我谢谢您 您是给我 减了多大的麻烦呢 啊 我给您磕一个 你起来 起来 别别 不用 不要紧的 啊 你呀 其实刚才我就想告诉你啊 你命中 有这么个麻烦事 但是呢 我 我看着你呀 要发财 你现在去趟 清波门 清波门是杭州啊 西边的城门之一 你到清波门 买一个猪头 他那儿有一个卖猪头的 十五斤四两 把它买回来 我 我送你一场荣华富贵 听见了吗 哎呦 我这我不指望发财 你快去 快去 快去 哎哎哎哎 那我 我先溜达溜达 一会儿回来 我吃你们家这猪头 罗汉爷站起来 往外就走 奔这边溜达 人两口子得商量啊 让咱去买猪头 买不买十五斤四两 说买回来 一场荣华富贵 买吧 买可是买 家里一时 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 这胖媳妇说 不要紧了 你看我这儿 摘下一簪子来 银簪子 你先拿这个去 人家要钱的话 就把这个先给人家 多退少补 把猪头拿回来 看活佛说什么 老张呢 这儿去买猪头 罗汉爷出了门 往这边溜达走了 没多远 这儿有一个卖药的 这小子三十来岁 站在这儿 哎呀 那个没收眼角都会说话 列位列位 我起个事 这跟前就围着不少人了 看着他 我起个事 就我这个药 跟您各位说 最侧的东西 都是琥珀 珍珠 合出来的药 全是好东西 百病全治 我要是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罗汉爷就站在身后 听着他这儿说 我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纪公点点头 轰 哗 一刚落 就这雷 在这桌子的边 啪一声响 光荡就坐地上了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这个年头说瞎话 都不容易啊 买药都全跑了 啊 就剩他一日跟这儿哆嗦呢 急功乐了 哎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骗人 哎 我没敢骗人 还没敢骗人 没骗人 雷怎么想呢 你说你那个药里边 是珍珠和琥珀做的 真有这两件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妈叫珍珠 我爸爸叫琥珀 他俩在家 拿茄膏做的这药 所以我觉得我说 说话不可能 你少来这套 我可告诉你 再说谎 你可是一场人民官司 把你卖那钱都给我吗 不是你怎么还抢我 这废话啊 给你消灾免货 打他身上 把卖假药的钱 拿过一包来 为什么拿他的钱 厚文书是有用处的 这时候告诉他 你得学好 不能坑人害人 把他打不走 再回来 要吃炖猪头肉 买去了吗 真买去了 老张到这清泊门外 十字路口 正好看见 杀猪那儿 肉架子上 放了一猪头 过了一位 这个多少斤 刚要完 十五斤四两 就是他了 我要了 好嘞 拿钱来吧 我没带钱 我这儿有一簪子 我拿这簪子 先压给你 回过来 咱们再算 哎哟 你等我一会儿 说了声 你等我一会儿 捂着肚子 肚子不舒服 等我一会儿 鞋对棍不远 叫谁厕所 老张转身就奔厕所 到厕所 方便 完事站起来 一系裤子 一抬头 抢手一大钉子 钉子上挂着一个 黑布的 拿手摘起来 一掂量 心说这里不是什么呀 也没往心里去 就拎出来了 这一出来 外边没人 你也该负儿一看 好家伙 全是银子 上等的雪花银子 哎呀 我的天哪 我 我这是谁的呀 看看周围没人 正着急呢 买猪头都过来了 哎 你先拿走 我那个差不多了 就剩一猪头了啊 那个想着明天 咱把账再算一下吧 差多差少再说 哦哦哦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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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 拿着猪头 拿着装钱这包 回家 来到家里边 媳妇还等着呢 买来了吗 买来了 买来了 买了 快快快快 进来吧 把猪头找一喷先泡上 又把这打开了 你看看这一个 哎呦 现在 买猪头还送银子 你闭嘴 嗯 那买了还干得了啊 猪头多少钱 送这么些 你哪来的你 我在那儿捡的 我在那儿一出门厕所 把这事一说 媳妇坐那儿就愣了 往好处说 罗汉爷说了 有一场荣华富贵 往坏处说 这是谁的呀 这俩人心眼不错 你这样吧 我说老张啊 你回去再问问吧 你说呢 万一人家施主 跟这儿又哭又闹的 是不是啊 要实在找不着 咱们回来 再问问活佛怎么办 你说的也对 那我去 拎着银子又回来 走到差几步 到厕所这儿 一瞧厕所这儿 围着一帮人 有人说了 哎呦喂 这是谁上吊了 老张就愣了 啊 上吊了 登登登登 几步倒进去 分开众人一瞧 厕所里边 哇这一位 人都凉了 怎么回事呢 一问呢 跟前有人说 不知道呢 来这么一主 刚才跟这儿 又擦眼泪 又跺脚的 说银子丢了 完事上吊就死了 你这事闹得 也不知道是谁啊 那算了吧 大伙都这么说 老张一身冷汗 打人群里边出来 上哪去呢 先回家吧 来到家 他跟这罗汉爷 一块来着 激攻打这边过来 哎 那个 罗汉爷 十五斤四两 有吧 是 这不光十五斤四两 还挂着一个 一百多斤的 那 那就对了 快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了 吞吐老张这媳妇 把那猪头 给我炖上 我给你们俩 瞧点东西 媳妇这炖上猪头 她这边 拿出两张画来 你们俩看看吧 一瞧这画上 头一张 有一个人 拿着一把刀 地上还跪着一个人 第二张画呢 厕所里挂着一个人 旁边有人 拿着一个包袱 罗汉爷乐了 你看这头一张了吗 嗯 拿着刀这种 是个江阳大道 跪在地上这个人 老张 就是你上辈子 上辈子 他把你杀了 把你身上带着钱 都拿走了 你再看这第二张画 上吊的 就是上一世的江阳大道 他欠了你 躲到天边 他也得还你 所以这辈子 这点钱还得给你 他上吊了 还你条人命 哎呀 两口都听完了 顺着进钩冒凉气 阿 阿弥陀佛 人不能亏心 走到天边 报应也是有的呀 哎呦 罗汉爷 我们这谢谢你 拿这个钱 留着啊 留着 好好的花 别浪费 你们就隔三叉五 给我买肉就行了 打这儿 吃饱喝足了 这儿一出来 刚一出门 拐过弯去 没多远 又打这边 刚才那死尸又跑过来了 摔在罗汉爷脚底下 激光看着他 这是迷路了 贫僧 杜尼 西天区 死的别处 奈何妨 走你 走 这又站起来 往那边去了 活着时候都没跑这么远的道 跑了 这一拐过弯来 有个小河沟 往这一走在河沟的边上 坐着一老太太 这老太太得五十来岁 穿着衣裳很破 就坐在河边这 一把鼻涂 一把眼泪 河上乐了 我就找他来了 高兴 走到跟前一聊衣裳 跟老太太坐一对联 你挺好的 老太太正哭着呢 怎么呢 来一和尚 穿得挺破 一提鼻子还挺臭 我不好 别着急 我就是找你来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 正要说着 又在那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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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死人就跑回来了 摔着跟前 河上直作家画死 打旁边撅了一根树枝 这儿啊 在地上画图 起来往这儿跑 往东去 拐过弯 一直上那边去 路北又一大门 推门就进就行了 走走你 走 死人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登 按着路线走了 老太太都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别管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你为什么跟这儿哭 不是 我儿子呀 可能是让妖精给迷住了 我眼瞅着他就活不了了 我们就你俩俩过日子 他要是一死啊 我活着也没意思 我瞧我儿子 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我不如就死他前辈 我就想扎这沟里边死 但是我又舍不得他 我就难受 我跟这儿 我就 别难过 我给你点银子 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 这银子可都是卖药的银子 都是好东西 都是琥珀跟珍珠合的药 拿着 拿着回家 晚上我上你家去 我给你儿子治病 你听我 你别死 别死 以后我老得上你家去 我有事跟你说 你们别闹 谁跟你闹 家走 等我去 快去 老太太站起来走了 和尚站起来 乐乐呵呵的 溜溜达端往前走 正走着呢 尤打这边 来一位 穿重达端 挺有钱 把路横住了 洛汉爷 干嘛呀 那死人是您知道我们那儿去了吧 有人说这是谁啊 列位 这是当地一个做生意的掌柜的 什么买卖呢 当年这个买卖叫化人厂 现在说就是火葬厂啊 有人说那会儿就火葬堆了 北宋的时候就开始 咱们有这个火葬 一直到南宋的时候 整个杭州地区 这种殡仪馆呢 烧人的地方 有好几十劲 国家还很提倡 叫化人厂 您看那个水浒传武松 武德郎那骨头 不就是和酒叔给烧的吗 他就是化人厂的 这种呢 就是化人厂的掌柜 今天做买卖正忙着呢 又打外边 蹬蹬蹬 推门进里死人 趴那等着烧 掌柜的制作压华子 这哪个事呢 跟前有几个伙计提醒 说这个事别人办不了 一定是啊 技工他老人家派过来的 那就给他烧了吧 这么着给烧了 烧完之后 弄个罐把骨头还装好了 说那我得问他 到底是不是 尤其是谁家的 要不要写名字 别回人家本家找来 都不知是谁 他这么着 掌柜子出来 没想到十字街头 碰见罗汉爷了 您等会吧 那人是您打发过去了吧 对 对 我打发过去 烧了吗 您放心 烧得干干净净的 完事拿毯子都装上了 哎呀 别烧啊 那人还有救呢 没有这么逗的 类似的事之前您也办过 我们说不管烧 您还上这儿骂街去 对不对 这回我们办得这么好 您不能这么这样开玩笑 这下没事 那个烧了就对了 你做了件好事 冲这件事 以后你一定能得一大胖小子 真的吗 我什么都不切 我就想要一大胖小子 你一定要多干好事 因为你这个前生前世 太爱占便宜 竟做坏事了 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如果不做好事的话 以后你哪怕生了一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有问题 这句话吓坏了 罗汉爷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儿子以后 你别害怕 我不害怕 您跟我说说 你要不做好事 以后你生完儿子 你这个儿子 吐屎 我做好事 我一定做好事 你还好好做好事 不修今事修来事 不修来事 你还修个yes呢 我不能yes啊 不是 你就好好的吧 打这起 画人厂的掌柜的 真是干好事 成了十里八村的大善人 他那儿子后来也很有出息 当然了 后来他这个儿子 长大了 爷儿俩还特意找了一趟技工 掌柜的说 我问你点事 当初 您说 我这孩子 如果我不做好事 孩子吐屎 他为什么会吐屎呢 罗汉爷乐了 不是 爆反了 这做好事 这总有的时候 善财难舍嘛 是不是 你告诉他 你捐一百块钱 咱们帮助帮助这穷人 他不干 你跟他说 你这事不干的话 你出门拿车撞死 他就花三千万了 善财难舍嘛 这个 把他安顿好了 罗汉爷看那天 心说得等着天黑了 我上老太太家去 给他拿妖酒 老太太姓冯 儿子叫冯氏露 在一个布店里边啊 给人打工 每天呢 从早晨出来 给老太太安顿好了 他上这上班去 晚上再回来 一早一天 他来来回回的时候呢 总路过这么一个小山湾 小山湾那儿有一窟窿 有一山洞 也没人拿这山洞当回事 他这天从这山洞那儿过 就听到山洞里边啊 有风声 他也纳闷 往里边这么一探头 就觉得耳边香打雷了 又打雷又刮风又下雨 咣当一声 他就躺去了 赶等再清醒过来 跟前站着俩姑娘 一个穿一身黄 一个穿一身蓝 书中代言 这山窟里边啊 有俩要求 是两条蛇 一个穿着蓝色的 一个穿着黄色的 站在这儿 又好看 那是 又狗狗又丢丢 因为这是我形容 女人好看最好的一个词 长得漂亮 又狗狗又丢丢 特别美丽 俩姑娘站在这儿 说你醒一醒吧 她刚才都晕了 这会儿坐下来了 哎呦 吓啥了 两位大姐 哎呦 快起来快起来 掺起来了啊 你怎么跟地上歇着呀 不是 我走到这儿 我就突然间就晕了 哎呦 你糊涂 你到咱们家了 怎么不进来呢 咱家 我也不认识您二位啊 怎么还咱家 哪有房子 你往这儿瞧 拿手一指 就这身后 出了暗闲子 出了一大宅子 各位您后来看 这白蛇传的时候 白蛇冤许仙 也是这么冤的啊 拿手一指 你看看 哎 你看这 咱们家 啊 就是咱们家 你快进来吧 进来吧 俩妖精 变得俩大姑娘 一边一个 给她拉进去了 这冯氏录 今年十八 列位 十八岁的小小子 正是四明辈 不明辈的时候 但是内心又充满了渴望 叫进去 那就进去吧 怪臊等了 好害羞 进去吧 这儿一进来 好家伙 正当中 桌子上摆着一桌饭 又有酒 又有菜 俩大姐姐陪着喝酒 喝吧 连吃带喝 高兴 吃饱喝足了 俩姐就劝着 天不早了 咱们歇着吧 哪儿的事就歇着呀 进了妖精的洞府 让她歇着就歇着吧 俩人拽着 上炕休息 休息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起来 俩妖精一跳 呦 这人都走了损子了 就这脸瘦的就一条了 呦 这可不成 这也不能死在咱这儿 死咱这儿哪成啊 给她送回家去吧 吹了一口气 咱也不知道念的什么咒语 风湿路就回家了 光机扔了院里边 老太太吓坏了 好几天儿子没回来啊 走到跟前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谁拽进了一麻袋呀 扶起了一瞧 自个儿的儿子 吓坏了 哎呦 连来呀再拽 弄到屋里去 也问话呀 说不利走啊 你瞧这人要死 找大夫瞧啊 好大夫找了多少个 后来连跳大石都找来了 有的说是有邪气 有的说这说那个 咱吃药呗 僵养了一段时间 哎 稍微恢复了一点 刚恢复 这俩大姐姐又来了 找到家里来了 说恢复的不错了啊 咱们又该歇着了 老太太那见过呀 这不对 这是妖精 这是妖精啊 但是你说完了 不管用啊 你也进不去屋啊 俩妖精外卫一出信 老太太灯就出去了 这时间一长 眼瞅着 冯氏录的身体又坏完了 老太太心说得了 我呀别活着 我死去吧 要不然的话 我瞧着我儿子没了 我更烟心 所以才有今天白天 打算自尽 让罗汉爷看见 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这会儿天也黑了 罗汉爷上他们家来了 这一进门 老太太先磕了一个 我谢谢您 眼儿有信 那个上家来瞧我们来了 您看看这就是我儿子 我瞧瞧 到棍间看看 这冯氏录躺在这 这眼都睁不开了 有出气没进气 别说 别说话 别说话 不好意思 吃点药就好 吃点药就好 一伸手啊 罗汉爷在 嘎着窝着就搓 在身上搓搓搓搓搓 搓半天 搓出一大泥丸子来 跟手里揉 揉完个手里钻着 这百病全治 老太太又跪下了啊 您不能这样 我就这一个儿子 哎 这 我求求您 别打岔 我给他下点药啊 这丸子 罗汉爷先搁着嘴里 嚼 嚼差不多了 兔子手里 掰这冯氏录的嘴 冯氏录都要死人了 这会儿闭着嘴 就不张嘴 罗汉爷气得 这不知好歹的玩意儿啊 一捏鼻子 张嘴了 往嘴里一放 哎呀 啊 抓着下部颗 捏着鼻子 咔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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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嚼咔嚼 咬丸子吃下去 这个人翻了白眼了 老太太哭了都不行了 完了 这会儿可省心了啊 哎呀 罗汉爷您不能这样 我儿子 你得别着急 一会儿就就行了 一会儿就凉透了 别凉透了呀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等着等着等着 又等了大概十分钟 啊 冯氏录睁眼了 哎 可臭死我了 哎呀 你看 你看 你看你儿子 说话 劲头也足了 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罗汉爷 我就觉得我这肚子 凝得很 肚子疼 我得上厕所 你不能动啊 你可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就这样 你要是想 想方便 你就在床上方便就行了 你使劲 使劲 哎 罗汉爷 我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一二三 走 挺好 你缓一缓 缓一缓 把这床背后 罗汉爷给卷起来了 因为太脏了 都是那个病毒什么的 卷好了 推开窗子 罗汉爷往外一扔 搜 扔出去了 把窗户关上 你俩大姐姐在哪了 老太太一指旁边那屋 他们家是里外间 刚才来的时候啊 那俩妖精在跟前 罗汉爷一进门 这俩人再走 走不了了 整个这房子 天罗地网 罩上了 俩妖精上内部躲着去了 罗汉爷一推着门 呸 这俩大姐跟这哆嗦都是一个了 哎呦 那个 怨他 罗汉爷都怨他 他出的主意 那个叫急了 呸 没羞没臊的 不是你蹿蹬的吗 我蹿蹬的 你也没拦着我呀 那你还挺高兴的呢 这事就怨你 这事就怨你 你敢指我 你指我 我也指你 和尚看着 谁了 不要脸的 因为 现原型我看看 是什么玩意儿 哎好 我们让您瞧瞧 就地一辣鬼 地上两盘蛇 一个黄不尽的 一个蓝不尽的 这脑里都这么大个 在地上盘着 两盘 罗汉爷看看 叫什么名字 我叫 黄素珍 你呢 我叫蓝素珍 你们这玩意儿 就按色分是吧 名字都一样 都叫素珍 有个白素珍认识吗 他说我姨 这不好听 改个名吧 你叫香肝 你叫面具 罗汉爷 您叫打鲁啊 您怎么换一名字 香肝面具不好听 那行 因为改个名 希望你们俩 以后学好 这样吧 这个 凡是蛇呀 蟒类的呢 你们是都希望 能成为龙 以后你俩 就算龙子哥的 好不好 俩要你还挺高兴 要罗汉爷 您给个字吧 你等吃完肖子 再说吧 他不挨着这个 两回事 以后改不改 我们改 我们以后听您的话 罗汉爷一伸手 拿出两个剪帖来 就像请剪式的东西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揣好了 有一天 这剪帖上放光 就是我找你们俩 那会儿有用处 谢谢您了 滚蛋 一阵狂风 这两条蛇就没了 罗汉爷打这屋出来 到这儿来 再瞧瞧 逢是路都能坐这儿 坐在床边 老太太给弄了碗热水 这儿喝 我怎么谢您 你先别谢我 外边有妖精 找咱们打架来了 怎么又有妖精 你们别出去 我看看 推开房门 激公就出来了 站着院子里一瞧 半悬空中 真来妖精 来了一条蛇 这脑子跟八仙桌子 这么大个 您琢磨 脑子这么大个 那身子得多汗 跟水缸似的 半悬空 阴云笼罩 站着一条蛇 蛇脑子上 有一双背后 一脸的屎 刚才扔着劲大 蛇打着过 正扣脸上 激公子说 看他 他就看激公子 有人说 怎么这么些个蛇 言打哪闲 醋打哪酸 这还真是个蛇 但这个蛇 跟刚才那俩不一样 这个还有故事 它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 墨甘山 墨甘山在哪 各位 有人知道吗 有人不知道 哦 太好了 就得给这二人说书 你一说 他说知道 这没法干了就 墨甘山嘛 想当初 汪河驴造宝剑 这个 干将墨烟嘛 两口剑 出在那 那个故事太复杂 咱今不说了 你说完之后 说不完 挖坑不合适 反正墨甘山这呢 出蛇出的很多 毛山有一位道士 叫蒋云 他到这个墨甘山去捉蛇 捉蛇配药 就发现 这蛇特别的多 而且质量特别好 比别处的都强 刚到这个墨甘山这 一瞧那 有一老大爷 跟那种地 蒋云一看他这脸 说你留神啊 这两天你可能 得死于蛇毒 老大爷还不信呢 不能吧 你放心 你够呛 蒋云说完就走了 这大爷跟着干活 突然间 有条蛇 窜出来摇腿了 呦 还挺疼 干着活呢 手里有镰刀 就把腿上的肉 弯下一块来 就扔了 弯下这块肉 也就这么大 像一个象棋子 把血挤干净了 就算活了命了 过了两天 他又过来干活 在地上 看见自己 扔那块肉 已经 长成这么大块 自个儿觉得纳闷 这边毒太大了 掘了一根树枝 一扎这肉 自己的肉 已经肿了这么大 一扎 扑一些的 往外喷这个血水 整自在眼睛里边 当时就看不见了 回家之后 流黑水 然后流血水 当天就死了 这也是命中造定 就说此处 这个蛇呀 特别厉害 而且 莫甘山这儿 这个蛇有两个 有一个蛇王 有一个蛇后 两口子 这个蛇王呢 个不大 这么大 你别看他小 他是蛇王 他特别聪明 这个蒋云 收蛇 他得念咒 他一念咒呢 蛇王拿尾巴呀 就把耳朵堵上 不听 所以逮他费很大劲 蛇后呢 有一特点 每天得上树 从树上往下摔 摔下来摔着粉末一样 一个时辰呢 自个儿还能 合成一条整蛇 所以蛇王蛇后 都堵着之后 配药 那太棒 反正简断接说吧 因为蒋云拿蛇 这个事很麻烦 简断接说 他把这蛇王蛇后 都堵走了 他走的时候 蛇王蛇后 有一个儿子 有一小儿子 这小儿子呢 父母都让人弄走了 做医疗器械去了 生这孩子 山上来一放牛的孩子 把这小蛇捡走了 这孩子是个傻子 傻子天天拿这蛇 跟着玩 也给他拿鸟蛋 拿鸡蛋喂 所以他是跟个傻子 长大的 要不说这个孩子 童年这个成长 非常重要 你看他爸爸蛇王 他妈蛇后 他跟缺席眼的长大的 所以长大之后呢 他有点弱智 还自个儿宠自个儿 妖精都有名字 他给自个儿起名 叫大宝宝 无论什么动物 一问他叫什么 他说他叫大宝宝 自个儿贺号 叫英雄中的英雄 就这么一个 缺心眼的玩意儿 后来这满处都去吧 还认了一干妈 这干妈是个狐狸精 干妈跟他那亲娘 那蛇后啊 好姐们 后来说得了 我管你吧 就把这缺心眼的 这个 揭到狐狸洞里去了 我得教你啊 他要跟人学 变这个变那个 实在智力不够 就学了好几年呢 就会变门栓 你说变疼一下了 变门栓 狐狸说也没别的用 天天晚上拿他锁门用 哎 一擦盒 他这狐狸一跟他说 天不早了 孩子上班吧 疼 就别的门上 就那么个缺心眼 他逐渐就长大了 长大了呢 这动物也有这个心呢 他就打算搞对象 就看上黄素贞蓝素贞了 找人去了 我爱你们俩 俩人说你爱谁 谁都行 说你挑一个挑不了 俩都就是我的 那俩说那也不是不行 那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能力呀 我会变门栓 啊 疼 那俩有心脆的吧 觉得不合适 说我们不能跟门栓结婚呢 那怎么办 你怎么也得像个人样才行 但他那个智力 想变人今生今世都很难啊 后来回去跟这个干妈 跟这老狐狸哭 老狐狸说 你这要变可不容易 你先附体吧 对吧 你先找一小伙子 附在体上 哎 这些日子 附在小伙子体上 小伙子呢 被技工火化了 就这么简单 天下的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 火化之后 他很生气 自己的生活 家庭 爱情 都毁在和尚身上了 所以今天上这来 他围着这个房子上空啊 飞了半天了 他自己想 我怎么下去 能让这和尚害怕 自个儿跟自个儿锻炼 你如何如何 使相 宁为邓言 正开心呢 来一备我卷 糊脸上 擦得实 就这会儿功夫 罗汉爷推门出来了 看着很可爱 这叫什么名字 英雄中的英雄大宝宝 和尚差点没吐了 没凶没骚的玩意儿啊 去去去 该干嘛去 你看不起他 这不行 急了 因为英雄是不可以 被侮辱的嘛 我给你拼啦 往下就冲 好家伙 后边的尾巴 啪啪啪啪 甩啊 你想象啊 和尚那是罗汉 能在乎这个吗 拿手一直 定 定住了 定是定住了 就是后边拉尾巴 不能动了 原来是脑子往下扎 这尾巴后边甩 这一下呢 尾巴是直的 脑袋来回甩 一会儿就晕了 和尚挺爱看啊 歇会儿 歇会儿 打上边 直接下来 这个 缝去这后院啊 这嘎喇这儿 是一粪坑 不管是他们家粪坑 就这一片都跟那儿 倒东西 倒什么脏东西 排泄物 就这一下子 他下来 尾巴下去了 脑袋在上头 这舌这么立着下来 整个都坐在这粪坑里边 这粪呢 倒脖子这儿 和尚过来了 站在这边 拿手一指 一指他害怕 脑袋都下去了 一会儿上来 和尚跟人斗 他一到他 得要一钟头 最后妖精站起来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和尚看看他 滚滚滚滚滚滚 赶紧走 干嘛干嘛去 好家伙 打这粪坑里边 拔地儿起 飞走了 飞哪儿去呢 回狐狸洞 找他那姨去 姨进门 搂着这姨 搂着狐狸 委屈啊 他们欺负了 狐狸气坏了 怎么那么脏 怎么那么脏 弄我一身 这什么呀 他来的时候 他这姨坐的 屋里正哭呢 为什么哭呢 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 犹打京城啊 来了一个官 公布侍郎 周恩华周大人 奉圣命去往福建普田 到妈祖庙 要献一只戒指 妈祖庙大伙 就是咱们老说 老娘的庙 跟他们摔娃娃 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那是两回事啊 凡是走水路 海路的 船员什么的 都供奉妈祖 您到天津去看看 妈祖庙天后宫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妈祖是北宋时候就有的 按岁数来说 妈祖比寄宫大 一百九十岁 也是神仙 这个老太后呢 皇上的妈呢 之前啊 坐船出去 差点出事 海上风浪太大 结果呢 就是迷迷糊糊的 妈祖险胜 把他救了 老太后回来之后 心里很感激 自己有一个金刚钻的戒指 就跟手下人说 你们谁去趟福建 到梅州岛 普田那儿 那是妈祖庙 把他陷到那儿去 了表我的一份心意 正好赶上了 这位公布侍郎 周大人 巡查河道 就从那儿把这活接过来 带着这金刚钻的戒指 又打这儿出来 要去福建 他路过杭州这儿 半截就停了一站 船不能老在水面走啊 到了哪儿 就停一下 歇一天半天 这一靠岸呢 地方官就说了 说我们这儿四方山上 湖仙啊 特别的灵验 而且我们这个山上啊 土地成黄 也跟别说不一样 包括我们山顶上的观音 都是跟别处不一样 都灵的不能再灵了 是有求必应 哦 好啊 那既然你们山上这么多庙 我逢庙烧香 见神就磕头 这么着 周大人要上山 开始在山脚下 什么土地庙什么的 都拜完了 得上山 上山的时候 要坐轿子 地方上人说 您不能坐轿子 这底下这几个庙没事 您要拜观音 必须是步行上去 为什么呢 没有人呢 能坐轿子上去 对菩萨不尊敬 您要坐轿子上去 半截的轿子也折 周大人不信 没听说过 京城也没这样过 坐轿子上山怕什么 坐 坐轿子上山 拜观音 走离边 咔嚓一下子 脚杆就折了 周大人打轿子里边 扔出去了 哎呀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弥陀佛啊 得了得了 那咱们走上去吧 这才走上去 走到山顶 啊 这个 寺里边啊 这是 供着 魏氏音 但是呢 这个漫障是撂着 说这个要烧香 为什么 不让辽开看呢 和尚就说说 不能看 我们这个塑像 跟别处的观音不一样 艳丽非常 恐怕凡人看见之后啊 他走别的心思 不能 既然是菩萨 有什么不让看的 我得瞻仰瞻仰 观音菩萨 打开吧 把脸打开了 果然 这尊观世音的佛像不一样 哎呦 艳丽非常 没烧眼角啊 这个状态就不对 周大人就愣住了 就跟着想 想了半天 我怎么看他眼熟呢 嗯 想起来了 因为之前有一次 张天师进京 要参王败嫁 张天师在京里边 文武百官都经常去聊天去 周的人也去 有一次 跟张天师聊天 就在张天师台阶下边 跪着一个女的 说这是谁啊 张天师说这是个狐狸 他要干嘛 他要求一些香火 说您给他吧 给他怕他以后惹祸 得了 您看我的面子吧 您看他跪着多可怜 外边下着大雨 刮着风 一个富道人家 你甭管他是狐狸是什么 您给他几年香火 让他也想一想富贵 张天师说得了 你今天给他求情 有一天你倒霉到他身上 给他三年的香火 这女的磕了个头走了 所以今天周大人 仔细一琢 不对 那一天跪着天师 台阶下的富道人家 和今天神龛上的 观音菩萨一模一样 拿手一指 三年了 你忘了吗 想当初我给你求的情啊 许着你三年香火 你不但不报恩 还把我的轿子弄折了 你还有天理 没有 话音刚落 这观音箱 咔嚓就碎了 所有人都傻了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打人摆摆手 你不管怎么回事 这事只有我知道 气冲冲的 又打这儿出来 咱们书中代言呢 就是那位狐仙 借了三年香火 在这儿 夹冲观音 这儿没有了 只能回自个儿 洞里边哭 哭得正难受呢 傻儿子进来 弄低身屎 就这么个原因 把事一说 哎呀 狐狸气坏了 其实这不像话 这个 甭说别人 现在说我自己 这傻子 你不用管他 他也就那样了 我怎么办 没有香火了 以后我上哪儿去 想来想去 恨谁呀 恨周的人 就恨周的人 周文华呀 就是他的事 好嘞 你不是走水路吗 你可别怪我 我给你搅和搅和 这个妖怪呀 他也互相有川普 甭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他们也有 就跟说下是一样的 你是哪个团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咱们互相 咱们得标起码来 咱们得如何如何 他也是讲这团结的 所以说 狐狸回过头来 找自个儿的姐们 果不其然 当天 周的人这儿 就出事了 周的人来的时候 不是带着那个老太后 给着金刚钻的戒指吗 这儿拜完山 再回去上了船 大馆就周福过来了 大人跟您说 戒指丢了 啊 什么丢的都行 那个不能丢啊 那是奉圣旨的 一个正事 那是得 得搁在庙里 您搁不了庙里边没了 怎么会没的 来了一个大姐 穿着一身黑 就上船来 晃了一下 就没了 哎呀 干了 咱们这可欺了君了 有物亡命 这可怎么弄啊 大人跟这顿足吹胸 正难过呢 一回头 大人愣了 旁边坐着一和尚 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啊 和尚脱了鞋 跟着脱脚呢 你 您是 怎么呢 呛头 您是 我看看你了 你挺好的 我 我挺好的 您是哪来的呀 不重要 我来 我来 给你帮忙来了 不是 你给我帮什么忙 你们谁认识他呀 官船上 来一和尚坐着搓脚 谁受得了啊 您是 这个船美到了当地 有当地的地方官 要给送吃的呀 补充一些个东西 所以有人认识 就赶紧把周福叫出去了 那个不是一般人 那个罗汉爷 怎么来怎么去 把事一说 周福赶紧进来了 顾灯就跪下了 大人呐 这是 这是罗汉爷 这个 纪公长老 这踏了人家 你看咱们这事 哦哦哦 是是是 知道吗 耳朵里灌满了 没见过 因为他这个 公布侍郎啊 他什么水利的事 河道的事 常年在外 他不怎么在潮里待着 一听这个赶紧过来了 哎呀 这个罗汉爷 我得求求您 你给我帮忙 别着急 你这是很简单 一会就行了 你往那儿 那儿看 拿手一指 大伙往外一瞧 就在水面上边 来了一位金甲天神 手里边 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 这女的一身黑 抓着头发 在水面上 就飞着过来了 来到这儿 天神没劲 来一抖手 啪 这女的就扔进来了 整个扔在船舱里边 都傻了 我的天爷 这是什么呀 罗汉爷乐了 起来起来 穿一身黑豪 要想翘一身造 哎 男要翘一身造 女要翘一抛尿 不是 一身盘 请好看 请好看 他跟这儿瞎说 这女的一不扔个站起来了 啊 头发上都是水啊 沸头散散 看看两边 转身就要走 走是走不了 为什么呢 他打一进这个屋 罗汉爷做法 整个这船就罩上 出不去 好家伙 连撞了几撞 没出去 站那儿就傻了 再一回头 瞧见技工了 你看那个 周的人呢 连着几个差人 他不怕 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你是什么人 你不认识我 啊 你再仔细看看 你 放老娘走 你说我娘啊 我也是大小 没看见你 我还没想到 你抱抱我吧 哎哟 感情妖精也害臊 哼 真着急了 一张嘴 啪 真往外吐东西 各位 这么大个 水晶球啊 吐出七个来 啪啪啪啪啪 这个很可怕 真的 你甭说他 各位 您看您各位 屋里哪一位 一摘口罩啪啪啪 你让他赶紧戴什么 很厉害 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呀 那位 这是条乌鱼精 我不知你哪位吃乌鱼啊 民间有传说 小孩不到16岁 不让吃乌鱼 乌鱼头上有七星 过去来说呀 比如说天生啊 什么哪儿 凶神恶煞 犯了错误了 打到凡间来 才让他变成乌鱼呢 他这个呢 得有4000年历史了 想当初大雨治水的时候 就有他 但是没害过人 他这个七星啊 是脑子上 这七个斑点 对着这个太阳啊 月亮啊 吞气啊 修炼 500年能量一个 这七个是3500年 刚炼好 但是有一节 他这个 他这种修炼是纯阴的 所以他成不了正果 这狐狸跟他是好姐们 没事 俩一会儿喝茶呀 聊天吃饭呢 看电影啊 什么 下午茶什么的 老劝他 你得啊 哎 这个采阳不阴 你得这个 你得拿了 老劝他 今天又找他了 说他那儿有一个戒指 这个金刚座 乃是纯阳之物 你得了那个 你阴阳相携和 你一定能成功 就是因为这句话 他才来着 白天上船来 把他拿走了 万没想到 落在罗汉爷这儿了 啪啪啪 望望一吐 这七个宝珠 吞出来之后 纪公乐了 纪公那是活佛呀 活佛也会念咒啊 阿窝伯伯伯伯伯伯伯 对不起 年头都我都忘了 也不是怎么念 反正念咒吧 这一念咒啊 这个纪公这俩眼睛 出两只手 鼻子眼出俩手 耳对耳出俩手 嘴里边一个手 整是七个手 七个手 接在七个珠子 一件接在手里边 这一吐 全在手里边攥着 再瞧这乌鱼精 杀了 怎么呢 这个东西 你想一想 就跟狐狸土丹似的 他全靠这点东西了 这个没有了 那就是菜 对啊 你想 有这七个珠子 你是神仙 没这个 你就完了 对不对 等着吧 凉菜上完就是你 真害怕了 就知道对方惹不起 孤灯往这一跪 哎哟 那个 我也不知道您是谁 我求您原谅我 我修炼好几千年 我也没害过人 我那个 我没想到 您给我一条活路吧 罗汉爷乐了 倒霉倒霉 你狐狸精神 你知道吗 这样吧 以后啊 你还有用处 我留下一个 在我这 那六个先给你 完成 我给你一个剪贴 有朝一日 剪贴要是一亮了 就是我找你 找你来 必有大事所为 到那会儿成了 咱们再说后子 我保你成正国 我这谢谢您了 邦邦的磕响头 给了他 这六个球之后 这种一翻身 顺窗户出去 掉到水里边 就走了 哎呀 周的人说 您这就放他走了 啊 我放他走了 那戒指还没留下来呢 哎呀 忘了啊 您不能忘了呀 这 这咱留了一大个 大个都不管用啊 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小的 小的在这儿了 一伸手掏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 这 就是他 哎呦呦 我彌托佛 圣僧 我谢谢您 你别谢我 啊 马上要出大事了 怎么来这么个喜训呢 啊 你往外看 拿手一直窗外边 回头一瞧 这水啊 得够实战 在水面上 站着一个东西 人脑的龙身子 比如说 有这个东西 哎呀各位 您上个洞窝看看去 它怎么能有呢 故事嘛 你不能真有啊 是不是啊 都杀了 啊 人头 龙身子 站在水面上 后边跟着石杖水 有人说这是什么呀 您记住了 这叫龙瑞人 啊 龙瑞人 父到人家 得了龙气之后 生的孩子 这东西 只要是一落生 直接就下海 那么说 他为什么要来 找寄宫呢 因为寄宫前世 是降龙尊者 跟着如来佛 过海的时候啊 他出了迎接来 如来佛 跟他斗着玩 这个东西 小心眼 一直怀恨在心 多少次憋着 出来打架来了 都没成功 今天他来了 他往这水面一站 罗汉也开心了 我得跟他玩玩啊 推开船舱 往这里走 突然间发现 就在船舱上边 站着一只麻雀 各位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这只麻雀 怎么呢 平常的麻雀 都是两个腿 跟着蹦着走 唯独今天 这个小麻雀 跟人似的 一步一步往前躲 别人没往心里去 寄宫吓坏了 我的天爷 这个事啊 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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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